家乡所以证明授记表的实际 这个表就是实际成熟了 所以心消口出啊 心环从顶入者表图音术为武 受至极法身至极 这个地方没有说为人 没有说为菩萨 他说为武 如果说为人 设法界里头只有人到 其他九法界就没有 如果说菩萨 设法界里头只有将菩萨到 其他都没有 那一个武呢 这个范围就大了 设法界全可以称为武 也就是受极的时候 设法界众生统统有 普遍受极 这个意思 很深很广 其因是菩萨 因为只有菩萨知道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只有菩萨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 殊胜庄业不可思议 那个世界是俗成佛道 修学道场 快速成就道场 这个太难得了 所以感得如来 为一切众生 设计 为什么呢 这个法门 一切众生都有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所借引的人 最上面 有等觉菩萨 最下面 有无间地狱 说明 佛没有不是受的 我们在前面经文读过了 世间善法 所有一切世间善 都可以把这些善行 善行善行 回向求生净土 这个不得了啊 不是学佛的业心 你有时限 灵命中时 你遇到善友 劝你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把你这一生善行 回向 你决定能生 这些善行善行 那造我的呢 无你守我 毁谤佛法 帮法的 我们在前面读到 善导大师的开始 这些造作 我卧业众生 只要灵命中前 肯认错 承认自己错了 忏悔 后不再走 真正从内心里都散会 念佛求生净土 念佛求生净土 阿弥陀佛 也许受 这就是此地所说的 为无受 知己 发生知己